武汉病毒研究所是这样泄露了病毒 网禁于迪拜被拘真相扑朔迷离 传白宫火速介入 习近平有意为文革方案能走多远 美韩洪水及投资潮将淹没中国心 美中科技站在东非开辟新阵线 美方胜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5月23日 欢迎收看第四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Jennifer 华尔街日报23日报道 美国情报显示 2019年11月武汉病毒研究所 三名研究员身体不适入院求医 由于时间与武汉爆发新冠疫情相当接近 而世界卫生大会24日起举行 相信会有更大呼声 要求全面调查病毒是否有实验室泄露 报道指出 美国前总统川普快将结束任期前 美国国务院曾公开情报指 2019年秋天 有数名武汉病毒研究所人员出现更新冠病毒一致的病症 而最新报道的内容对受影响实验人员数目 并发时间及曾到医院求医等事实有更具体细节 报道指出 熟悉有关情报的现任或前任官员 对此等情报价值意见不一 有人认为消息由国际伙伴提供 消息意义可以相当重大 但仍需进一步调查确认事实 另一人则认为有关情报是更有利证据 只消息来自多个可靠来源 十分精确 然而他们并发的原因至今依然无从得知 而中共政府此前曾多次否认病毒 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之说法 重庆青年王静瑜因质疑去年中印边境冲突 中共军人死伤的真实情况而被重庆警方通缉 日前他在前往美国金钟转迪拜时被当地警方拘捕 面临遣返威胁 至今他被抓的真相仍然扑朔迷离 最新消息称白宫已经介入 自由亚洲援引美国对华原住协会会长傅希秋透露 在得知王静瑜面临遣返中国的危险后 他在第一时间启动救援程序 立即联系了白宫国安委的高层官员 然后还有国务院多个部门官员 傅希秋随后也在推文中表示 美国政府已经开始对此事件进行干预 王静瑜4月5日从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 乘机前往美国的途中在迪拜转机 突然遭到当地警方的抓捕 王静瑜对自由亚洲表示 在他被关押期间 中共驻阿联酋的使领馆人员相继现身 目的是要让阿联酋前访王静瑜 据王静瑜说 中共使领馆人员一共来了三次 还向他承诺说 他回中国后警方不会抓他 让他坐牢 只要做个笔录就好了 让他签字 但由于这些文件都是阿拉伯文 王静瑜担心其法律后果 并没有在上面签字 法广在一篇题为 独裁者什么都能干得出来的评论中写道 如此离奇又很戏剧般的恐怖事件 近来世界上屡有发生 为了稳住政权或挽回民生 独裁者们的特务机构精心编制剧目 拼命让一切显得恰如其分 天衣无缝 大巧成拙 戏言得很蠢 但是很残忍 此前的卡书吉赔上性命 王静瑜命运未卜 要知道 此前已经发生过很多起在阿联酋的 阿布扎比机场和迪拜机场转机的 新疆维吾尔人被中共警察抓走 直接送上中国飞机的实践 现如今 独裁者什么都能干得出来 今年是文革爆发55周年 民间的毛左派和极左派一场活跃 搞出一系列闹剧 已进党史地位座谈会 文革纪念会 各地小粉红和老粉红到处着红装 唱红歌 跳中自舞 其中有十来个毛左组织联合筹备的文革纪念会 最后一刻被当局叫停 但他们并没有被公安约谈或盘问 对比之下 凡是自由派或公知群体活动 却无意外地遭到了公安约谈或盘问 时评人士陈破空撰文指出 文革55周年 一些毛左派或极左派名为民间组织 民间人士与官方配合默契 一唱一和 他们为极左当局出头 但若形势不妙 上头一声招呼下来也就乖乖听命 说叫停就叫停 一切行动听指挥 这恰恰就是文革中人们熟悉的套路 文章写道 有一种论点认为 当前习近平利用民间的左右互搏 左右逢源 火中取利 从中渝利 从而巩固权力 这种论点之一相情愿 大错特错在于 其一 习近平打压右 而怂恿左 多年如此 行迹招然 何来左右逢源 其二 习近平不可能从民间的左右互搏中得到任何好处 相反 他招致双方的怨恨 毛左派嫌他藏藏耶耶 自由派怨他倒行逆施 文章最后指出 习近平 王沪宁这些人 从那个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毛泽东时代走过来 自有他们个人的文革情节 而从党内到社会上 也有部分人具有这种类似的文革情节 习王等人就误以为这是某种主流情节 或故意培植其为主流情节 习王等人或许无法客观认识到 其实文革情节属于少数人 更与中国主流民意不符 习近平有意为文革犯案 能走多远 笔者断言 他走不了多远 除非他不在乎政治自杀 或者由此带来的政治他杀 或起肖强的党内反攻 群起讨伐 数字科技革命正在将半导体芯片产业 推向一个超级周期 与此同时 新冠疫情凸显了芯片产业链的战略安全意义 半导体技术研发实力雄厚的美国 也希望提高本土的芯片生产能力 在未来美韩等国洪水级的千亿投资潮之下 中共的芯片强国路 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下只能越走越窄 美国之一报道 韩国总统文在寅上星期访美 领起关注的议题之一 是美韩两国在芯片制造方面的竞争与合作 青瓦台方面确认 三星已经计划投资177亿美元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 新建一座新的芯片代工厂 美国会参议院方面 此前获得跨党派支持的 《无禁边疆法》是最近追加修正案 为美国半导体产业提供520亿美元的联邦政府资助 与之相比 韩国最近出台的半导体产业辅助计划 也纳入了类似的税收优惠措施 预计三星电子SK海力士将是直接受益者 报道分析 以台积电和三星为主导的台湾和韩国半导体制造商 目前占据全球先进芯片生产的半壁江山 如果美国对芯片制造业的国家支持得以落实 美国本土芯片产能将大幅提高 与此同时 中共的国产芯片征程将面临更多险阻 据商业咨询平台EU智库发布的一份报告说 中国2020年的芯片市场规模超过1400亿美元 但中国大陆的公司当年的芯片制造产值仅为83亿美元 仅满足了内需的5.8% 预计在美国制裁影响下 中方将继续无法采购关键生产设备 先进芯片产能仍将大幅落后 三五年后的全球份额仅占全球总量的6% 报道最后援引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斯克特·林希科姆的分析 中国的芯片生产水平仍处于中游 距离世界顶尖水平至少有5-10年的差距 在爱塞俄比亚一场备受关注的电信拍卖中 美国支持的财团击败了由中共资助的对手 使华盛顿在挑战北京全球经济影响力的努力中取得了胜利 《华尔街日报》称 这表明美中科技之争在爱塞俄比亚开辟了新阵线 这场具有地缘政治意义电信标案 显示美国越胜一筹 《华尔街日报》报道 爱塞俄比亚5月22日表示 该国选择了由英国沃达峰集团领导的一组电信公司 来建设一个全国性的具备5G功能的无线网络 沃达峰集团这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项目 赢得了一个美国对外援助机构的财政支持 这家美国机构提供低息贷款 但融资条件明确规定 这些资金不会被用来购买 中共华为和中信通讯公司的电信设备 另一方面 这次被沃达峰领导的财团击败的竞标者 是南非的MTN集团 总部位于约翰内斯堡的MTN 是非洲大陆最大的电信公司 也是华为和中信的长期客户 该公司这次与中共的思路基金合作进行竞标 该基金有来自北京的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共进出口银行的投资 报道指出 在美中对关键技术的竞争加剧之际 爱塞俄比亚的电信牌照拍卖具有更广泛的地缘政治意义 涵盖从5G的推广到芯片制造 可以说 美中正在爱塞俄比亚进行一场争夺影响力的战争 在美国几乎将华为拒之门外之后 华盛顿在挑战北京的海外经济足迹方面变得更加自信 其正在使用新的金融工具来赢得影响力 并确保外国战略资产留在友好国家手中 在过去20年里 爱塞俄比亚与北京建立了商业联系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 在2000年至2018年期间 爱塞俄比亚与中共贷款人签署了总额137亿美元的贷款协议 其中约30亿美元用于有中心和华为参与的电信基础设施项目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大家晚安 我们下期再见